至于立委选举方面呢 台上柯文哲表态支持了八名非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组成首都改革阵线 最近柯文哲还在深夜邀请他们对谈 试图要创造话题 拉台选情 而部分的民调就显示了 候选人的支持度确实因为柯文哲帮忙而提高 现在每到周末呢柯文哲就会下乡 持续展开非典型的普选行程 柯文哲加密 专业进国会 开口喊口号 有一句没一句 台北市长柯文哲非典型辅选已经管到屏东去 民进党屏东立委参选人钟嘉宾和柯文哲骑脚踏车 绕绕乡里沾沾人气 扫街拜拜行程满满 因为柯文哲声势居高不下 只要下乡非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统统来靠航 但柯文哲挂心的还是台北市的首都改革阵线 民进党爆散 民进党爆散 远属国民党的李庆元脱党后和飞兰阵营参选者同台造势 这画面实属罕见 但他们现在都是首都改革阵线的一份子 我觉得我们这群人错位相同的人 本来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柯文哲持续在深夜和支持的立委参选人对谈 首都改革阵线能见度越来越高 除了亲民党黄珊珊和国民党李燕秀 五五波拉去中 民进党内部评估 吴四瑶首都超越国民党丁首中两个百分点 显示柯文哲插其表态支持 确实制造了翻转蓝营席次的可能性 我在台北是一个概念 用那个多元彩虹来取代这个两极蓝绿的概念 不过我后来发现还是相对来讲 民进党在台北就比较灵活 在台北比较灵活 就是说老过来说国民党在高雄台南 他们就没有这么开创 抓准国民党的特性 柯文哲打造彩色团队 要在蓝大于绿的台北市放手一搏 联合报林良奇 蒋继平 杨如嘉 高雄屏东采访报道